黄华清,美国酒店华裔协会主席,在三月中旬,他曾出面代表协会,呼吁纽约市府考虑征用酒店,改建方舱医院。 但近日,他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,整个寻求测试和求医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。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自己有感染的? 我一个星期以前,我星期四,我只要发生,晚上我就开始上,我一直不醉。 几天? 还有其他的症状吗? 没有咳嗽,但是有肚拉。 什么,拉肚子是吗? 拉肚子,对。 所以你是打给你的医生? 公会,他给我们公会承受,他说不要过来,给你打个约线。 他跟他打一打去,打了一个多小时,都没有人接的。 后来有一个人听了一个话,他问了我一下情况以后, 他说,那好,我们有什么事情,我们会终止你。 就一直都没有回话,那过了一天,那时候我就没办法。 我就直接跑到这个UMP那边去,去直接去看。 然后他就替我做一个测试,说看看是不是负, 马上就看见了,没有,也没有负。 然后他就干脆就替我做这个病毒,病毒测试。 鼻子里,吹上去,很辛苦,吹一下左边,然后再进右边, 两下要两边,两边闭口。 然后就叫我回家等到,他说是,在五到七天才有结果。 那你当时等的时候也挺紧张的吧,应该。 没办法了,有没有就没有,我心理术已经觉得应该有。 因为发烧退不退嘛,那么多钱,没有理由这样, 但是我有一亿费嘛。 嗯,所以你有基础病其实是。 我已经在心里有数,星期四晚上, 一天打给我,他说李重长了,没办法。 那我说那怎么办,他说因为很辛苦啊, 怎么你就直接打九一一进医院吧。 是昨天早上进医院的。 你在就是急诊室里的时候都看到些什么? 急诊室全部都有人了。 有多少人了? 这边有二十几个房间,全部都满了。 那有多少医生呢,在里面? 这里也很多医生了。 当时我看见他们的防腹都很厉害, 床都有防腹镜啊,口罩,防腹服啊,他们都有。 这病床是怎么摆的?是有隔开吗? 还是大家都放在一起? 这个不是普通的房间, 就是诊室那种干净。 那用什么呢?布还是用什么隔开? 我现在这边整个都是一个,两边都是墙, 那前面就是可以拉护了。 现在是需要反省, 他还是给我打的, 这两个人他说, 是医生向我特别申请的。 特别申请? 我有20妈妈, 那然后还是吃那退烧的, 还是那个抬头啊这样。 那你在坐救护车去急诊室之前, 有做什么准备吗? 有带什么随身的东西之类的? 我先跟一个护士说, 就我带那个充电器拿过来的我。 充电器,手机充电器吗? 对啊, 昨天都什么都没有, 那个充电器已经死掉了。 什么衣服啊, 什么的没有带? 我没有穿了医院的衣服, 哦, 洗掉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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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掉。 吃东西怎么办呢? 吃东西, 我昨天我说我肚子饿啊, 然后他就拿点东西给你吃, 但是那些肚子是动硬的。 是什么东西啊? 就是有两个肉圆啊, 哇,很难吃硬硬的, 好像冰球一样。 那你大概什么时候能去这普通的病房呀? 不知道, 因为他昨天护士工店很多等着房间。 大概有多少人等啊? 哎呀, 他没有说多少, 他就有很多人在等。 自从我出现这个症状以后, 进了医院以后, 酒店社会的会员, 酒店社会的成员, 还有那个很多社区的领袖, 我的朋友很多都打电话或者留言, 一直在为我担心, 也在鼓励我。 那我觉得就是人生都是有爱的。 那我在这里呢, 通过美国中文电视呢, 也希望大家都要关心积极的身体。 我也希望大家还是要按照这个政府这个封城计划, 要不要外出, 小心隔离, 然后这样才可以保障自己的健康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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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需要